大家好,我是Stan EXID的We Are 名副其实是K-POP第一逆行神曲 而最近在韩国出现了 被称为是第二个We Are的逆行神曲 而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 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首先,这首歌是女团ブレイブグッズ 在2017年发表的《论临》 在发表当时,这首歌的成绩虽然没有很好 但是曾经在很多论团被选为隐藏的名曲Eway 甚至也有很多人表示 因为这首歌是永康梅亨姐制作的歌曲 而女团Sista大部分的歌曲也都是永康梅亨姐制作的 所以,这首歌如果是Sista唱了的话 应该就会平定了夏天 不过,虽然说在民间的成绩没有很好 但是在军队里真的是红的不能再红了 然后过了4年后的2021年2月24号 因为YouTube搞不懂的演算法 这首歌的流言合集影片 在两天内就突破了110万的观看次数 导致音乐排行也开始逆行 结果在2月27号晚上11点 《论临》这首歌在发表4年后 终于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的Eway 在登上Eway之后 作曲家以及成员们都感动的在IG发文庆祝了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听了之后马上就明白为什么会逆行了 心情真的会变很好 这首歌是超经典歌曲 现在才被发现了 这首歌真的是名曲 一直都在听得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希望能跟EXID一样 军人们的反应超好笑 需要跳得那么激烈吗 就是这个部分 希望PrayBookers也能跟EXID一样 创造一个奇迹 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网路上的段子 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 如果有人把HOT读成HOT的话 就会说他是老年人 正确读成HOT的话 就能证明自己很年轻很潮流 但是现在不一样 如果看了之后马上读成HOT的话 就证明自己老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月 出生的爱童们 3月1号 文欧 3月3号 Apink 白初龙 Golden Child 依将军 Cravity 赛琳 3月5号 Astro MJ CIX BX Red Rebel 夜里 3月6号 Ujus소녀 路达 3月7号 B2B 一面戏 Dreamcatcher 达米 3月8号 云志성 3月9号 Uwa Nana 苏米 The Boys 赛琳 The Boys 赛琳 Sorion 太阳 BangTan 苏年蛋 슈가 3月10号 B2B FUNYEL 3月13号 Tomorrow by Together 범규 Infinity A 3月14号 TREASURE 吉훈 3月15号 Astro 金晋 3月16号 On&Loop U 3月19号 I 지원 宮崎 紫苏 3月20号 TOO 民宋 Promise 9 박지원 Tray Kids 현진 Lovely's K 3月21号 Astro サナ 3月22号 Cravity 文晋 Haseung 3月23号 NCT 任俊 Ateez You Know 3月24号 Twice Mina 21 박봉 3月25号 TREASURE マッシュ 3月26号 Dreamcatcher 한동 Niju Lima Exo 秀明 3月27号 PENTAGON 尤文 3月28号 Gassem 杰克森 3月29号 Red Bebe 艾琳 3月30号 Astro Chano Winom Mino Highlight 疫光 3月31号 Icon Kudune 嗯... 最后 还有一位 Sabrina Farsi 生日快乐 Codown Today Astro Chano U Conversation Ni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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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